我的孩子很喜欢吃零食,应否给他吃零食呢? 零食饭只含高糖、高盐、高脂肪,而身体所需的其他营养素较少的加工食品。 由于味道吸引,孩子极容易爱上。 研究显示,如果过分限制孩子吃零食,会适得其反。 当孩子可以自己选择的时候,反而会吃得更多。 家长要小心谨慎地给予零食,首先要以身作则,少吃零食。 预先计划好,减少供应零食的次数和分量。 如一星期可以在两至三次茶点中供应零食,让孩子学会零食只可吃适量的原则。 如何能够适当又适量地吃零食呢? 家长切勿以零食作为奖品,以免孩子勿将零食等同良好的行为。 同样道理,也不应以食物来安抚情绪或哄豆正在发脾气的孩子。 在两次正餐之间安排茶点时间,供应营养丰富的茶点,如水果、面包、无糖或低糖豆腐花、牛奶和原味乳酪。 这样,除了可以补充正餐进食的不足之外,也可以减低孩子因为肚子饿而吃零食的机会。 我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? 要避免在家中存放过多的零食,因为这样会增加你和孩子吃零食的分量和机会。 还有,孩子知道有零食,他便会向你争取,令你陷入两难的处境当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